太极拳是太极拳体系当中的器械套路 它坚有太极拳和拳术两种运动风格 一方面它要表现出轻松柔和绵绵不断的运动特点 同时又要表现出拳拔清晰准确 身拳协调 神经优美的特点 我们现在要教学的三十二式太极拳 是在原国家梯委的组织下 由已故的老武术家李天际先生 整理加工的一个太极拳的套路 他是在阳式太极拳的基础之上 解化重新组织而成 全套分作四段 两个往反 三十二个动作 由于它内容精炼 路线清楚 剑法规范 动作准确 一学一练 所以很受到 太极拳爱好者的欢迎 我们准备用五次的时间 把这趟剑交完 首先请大家看一下 三十二式剑的全套动作演练 2 3 4 5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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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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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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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DAVID 现在是正宗 剑尖手之间相对 膝关节和左关节上下相对 这个圈的准法 叫做反刺剑 什么叫做刺剑 剑尖由后向前 攻击 托穿对方 刺剑 向前车 向后车 反手 拇指 向在下 反手刺剑 叫反刺剑 我们这儿这个剑 你看把剑收回来 从后向前 反手在头顶上刺出去 所以叫做 不立反刺剑 注意 面向难取是 独立反刺剑是项目的正宗 提陪 正宗 指出去正宗 刺剑正宗 所以在退步的时候 要向右侧 要向右侧方 右后方退步 脚尖 向内扣一点 转身拉剑 反手 好像一个撩剑的样子 然后再翻过来 保持松正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歪扭 或者是 转体过大 最后呢 身体扭动 摇晃不稳 这样呢 姿势就不可能做到很和谐 很正确 下面 再看我背下 把这几个动作演示一下 反手 直接站好 剑尖 竖直向上 贴在左臂的后面 继续 继续 分角 继续 启示过程当中 中间的掌臂坐盘的时候 两个腿要加组 不要距离过远 成一个交叉布 我们武术里头 把这样的布子叫做蝎布 坐下来贴一些 如果是低蝎布的话 臀部要坐在脚跟上 现在我们是高蝎布 两个腿交叉别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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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学习三十二世太极舰的第三动到第十动 从扑步横扫到左宫步处 请请大家看一下这拔个动作的连贯演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解动作 预备独立反刺 第三动扑步横扫 一 转身退步落键 二 扑步扫键 第四动向右平台 一 收脚收件 二 上步送件 三 扑步向右平台 翻手 扑步带键 第五动向左平台 一 收脚收件 一 收脚收件 二 上步送件 三 公步向左带键 第六动向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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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收脚转腰轮件 二 举倦上步 三 独立下批键 退步回抽 一 退步提键 二 虚步抽爆 第八动向右平台 第八动独立上刺 一 转腰活步 二 独立上刺件 第九动趋步下劫 一 向后退步 二 转腰摆键 三 趋步下劫 第十动向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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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步提键 一 踢脚退步提键 二 坐腿转腰带键 三 转收件 收回左脚 四 攻步前刺 好 下面我再讲一讲动作的要点和剑法 第三动是扑步扫键 从独立反刺着开始 先是转身 落剑 撤步 方向呢 更难 偏膝 三十度的样子 二 静止顺着你的肋 身体的外侧 左侧反叉 反穿 然后 扑步 翻手 三 重心拳移 剑向前扫 三 方向 最后转向正东 公步的方向 正东略偏北 但是剑法的攻击方向 是游戏向东 这个剑法 叫扫剑 什么叫扫剑呢 要由后向前轮摆 砍一刀 叫做扫 另一点 在剑刃 用剑刃 一般是砍他的腰 或者是砍他的腿 我们这做的是扑步扫剑 姿势放低 当然是扫脚 扫他的腿 或者是脚 从后向前 踩一刀 扫过去 步子 由扑步 转成公步 注意脚尖 连转 第四动 向右平戴 先是收剑收脚 上部把剑一送 向前伸出去 翻手 向右一带 第五动 也是先收脚收剑 再把剑送出去 翻手向左一带 这个动作 剑法是带剑 带剑的攻击方法 和扫剑正好相反 它是由前向后拉一刀 由前向后拉一刀 扫剑是从后向前砍一刀 扫剑的力点在剑刃 带剑的力点 是顺着剑刃滑动 拉了一下 切割了一下 所以你应该是 很柔和的把剑送出去 翻手 由前拉回来 再上部把剑送出去 翻手 拉回来 拉剑的动作要柔和 由前 向右后方 剑尖 离中间 距离并不是太大 向左平带是指的 剑把 先于左侧 拉回来 总不能直着拉回来 拉到自己身体上 向左 拉一刀 不要乱摆动你的剑尖 这样变成了横扫 直到这个带剑的剑法 就不明确了 第四动第五动 都是左右公部的平带剑 前进行进的方向 当然还是向东来行进 但是公部的上部 有点支支型 略略的偏向右一点 略略的偏向左一点 所以你要说这个动作的方向 应该说还是向东 只不过为了站立稳定 行进柔和 平稳 所以这个公部的方向 略略要偏一点南 或者偏一点北 不要站在一条直线上 直线的前进 身体就会紧张歪腻 第六动 独立轮批 什么叫批 举剑向下 下批 举剑向前 前批 后批 左批 下批 见法非常明确 另一点在剑刃 由上向下 赶断 叫批 批 轮批 在批剑以前 不是举起剑来 而是 轮摆了一个圈 轮是指的 胳膊的轮摆 轮摆以后再批 叫做轮批 你看我们这个 第六动 收脚轮剑 把剑轮摆到身的侧后方 两手交叉 然后再继续轮摆 画一个弧线举起来 再向前下方批出去 批剑 胳膊和剑 一条直线 也向前下方 身体呢 也略向前 向前倾斜 箭直 冲在头上 我们这个动作 我们这个动作的方向 仍然是向正东 正东的前下方 不要做成了正东偏南 应该是正东 键并成一条直线 被启动 退步回抽 键由拼键 提起来 抽爆 先退步 提键 七步 转过来看 可一步 提键 后座 键从上走了一个弧 抽回来 七步抱在怀肩 两手两臂 成一个圆形 环形 键柄插在你的左口袋的方向 键尖斜向上方 眼看键尖 注意 键面 键的平面 和身体的平面 要平行 不能把键刃 对准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个时候 握键 要用虎口拳柱 不要抓得太紧 抓得太紧 可就有点像自吻的样子 一定要 翻过这个键面 与身体平行 这个键 动作 这个键打 叫做抽 抽和带一样 是由前把键给拉回来 它们的区别呢 凭键由前拉回来 拉一刀 叫做带键 利益 走一个利元 抽回来 叫做抽 实际上抽 抽和带 是同一个类型的键 只不过是 平着拉一刀 它是立着拉一刀 另一点都是 沿剑则滑动 切割 第八洞 是一个转腰活步 抬腿 独立上侧 剑指扶在 垫顶上 剑尖掠刀 刺对方的头 这个抽剑 我们在 第二洞 已经出现过了 第二洞是板刺 现在是平刺 而且是平剑上刺 刺的方式很多 可以立剑刺 可以平剑刺 可以反手立剑刺 多力点 是在剑尖 所以并不影响 用剑尖的攻击 第九洞 对部 摆过来 再截 截 就是截断 对方进攻 我们闪开它 进攻我的腿 我闪开这个腿 躲开 用剑把它给横切断 拦截住 是拦截的意思 是一个防守的剑法 或者是防中有攻 这个动作 我让开对方的进攻 向下把它给切断 这个动作呢 造型也还是很美的 转腰 屈部 另腰 转头 剑呢 边拉 边往下切 最后一动 第十动 左弓步刺 退步 把剑拉过来 向着正东偏北 三十度的样子 平刺剑 这是第三次 刺剑 是一个平剑 前刺 是它的胸 那么 我们要把每一个动作 不但它的动作要领 要准确 而且剑法要清楚 截止到 我们今天学的这八个动作 有五种新的剑法 如果说上次 我们学了一个扁 一个反刺 那么这次我们学了扫剑 带剑 批剑 抽剑 还有一个下节剑 注意下节剑的方向是 面向南启示 西部的方向 是东北方 正东偏北三十度 头 转看 正东偏南 最后 请看我把这几个动作 背向演示一遍 独立反刺 突不横扫 好 向右平战 向左平战 独立轮拼 退步回抽 独立上刺 须步下跌 左肱步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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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极拳的跳步要柔和 有一个缓冲 不要像长拳 或其他的那种 快速有力的拳术一样 向前很高很远的动跳 动作要柔和 跳 但是既然是跳步 两个脚就有一定的腾空 而不能变成走步 不能柔和的改变了动作的性质 你看 在前脚 后脚向前落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小的腾空 还是有一个小的腾空 这样才叫跳 落地以后 马上缓冲 站稳 这是体现出来 太极拳运动的跳步 既要跳 又不要猛骑猛跳 要柔和缓慢 评测 正膝 下面两个动作都是撩键 扰键 收脚 踢不了 再扰键 攻不了 辽键 是新出现的剑法 辽键 也是武术常用的一种 攻击的剑法 键 反手 由下向前向上 叫做辽 可以 外旋 下着向上 也可以内旋 辽 总之 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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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 武术当中是经常使用的 利点呢 也是在剑刃 跟它相近的还有一种剑法 叫做挑剑 挑剑 也是由向 向前向上 由向 向前向上 不同的呢 挑剑是用上着 扶口向上 叫挑起来 反手 小指一侧向上 由下向前向上 叫挑起来 挑剑 常常是呢 跟着一个扰剑 向前辽 也就是运转的时候呢 常常是贴近身体 走一个立元 再辽起来 由左边 右边 贴身 画一个立元 再辽 从右侧画立元 叫右辽剑 左侧画立元 叫左辽剑 转腰挥臂 画立元 扰剑的时候 以腰带臂 以臂领剑 柔合的 到最后 在剑法 体剑进攻的时候 再加一点力 握剑不要太死 要松活 既要柔合 又要牢固 不要 向上扰剑的时候 把剑举得向天 向下扰的时候 剑经常驻地 不要 生硬地轮摆 扰动 而应该是 腰带臂 臂带手 手带剑 扰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转腰 向后 拉着剑扰 须不了 正习 再转腰 扰剑立元 拉着剑走 上步 攻不了 反手立刃 身 身与剑合 要转动你的腰 如果腰不转动的话 你会变成了 左右的横着 扰剑 转腰 转腰 就会变成像车轮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在特急剑里有一个名称叫做左右车轮剑 好像两个车轮在你的身体滚动 必须启动 转身回抽 第二次出现抽剑 先是一个平抽剑 由右转身向左 以肩同高 眼看剑向 然后 公布把剑送出去 方向 正东 偏南三十度 再从下边抽回来 正东偏南三十度 须步前指 抽剑 前面已经出现过了 剑 由前向后 拿一刀 和带剑 相似 不同的是 立剑为抽 平剑为抽 抽回来 拿一刀 送出去 从下边再抽回来 再抽一刀 前指 定式 要有气势 手脚 一致 剑指 既帮助身体维持平衡 也帮助造型 汉有一个 也在 攻防 剑法上 也有一定的意义 像这样 就是一种 追击的气势 并不是简单的一种造型 而是构成了 攻防 动作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动作 又是一个平刺剑 白手白摇 把剑收到腰间 并不平刺 正宗 剑指还是垫在 手背下 这个剑 不要做成捧剑 刚才提起捧剑 没有攻防 意义 这是一个 平刺 剑由后 向前 用剑尖去戳穿对方 这个步子 步行也叫做并步 但是和第一栋的并步 明显有区别 这个是并力 杖力的并步 第一栋是 驱吞的并步 最后 再看我把这几个动作 背向也试一遍 左肱步次 转身鞋带 缩身鞋带 提膝捧剑 跳步平刺 左须不了 又攻不了 又攻不了 转身回抽 并不平碎 下转身鞋带 你会不会听到 你会不会听到 有没有 没有 你会不会听到 你会不会听到 我看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